上回我們講到,幾英言人問,你到底想我怎樣? 項小龍很嚴肅地跟我說,你的家長一個人有多少人?伸手怎樣? 我和乾爹的家長合起來有百多人,可以稱得上高手的也有二十多人,中心方面沒有問題,尤其是英言的手下,都是徐家避難魏國的族人, 他們各有專長,其中有一些仍是祝敬的好手。 項小龍記得他是越國的貴族,和田征田縫都來自同一個地方, 心想,果然越國的美女真的不同發響,他的心在動,於是就說, 這次無論成敗,我們都要離開朝廣,我想謙言先穩的藉口離開,幾英言當堂整身一陣, 馬上一擺手就說,不行,我就算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我早就受救傷屍分離之苦了。 小龍聽到忍不住心中感動,他就說,你差點離開,這個是假的, 現在我做了成手,當然有把握可以掩護你回來了,到時候,我還要你暗中幫我手, 這樣做,只是想把周先生和我那對媽生的姊妹婢女,先一步送去安全的地方, 這樣我就沒有後顧之憂。 既然他這樣說,臉色才回復原來的血色, 頭一口氣說,算你了, 那最好的理由,就不如說,回魏國奔喪, 剛剛好,我接到消息,一向將我當成個女兒的魏國王后, 因病辭世,我正好用這個來截口,後日就馬上起程回到魏國, 一到魏國邊境,然後我就運路向韓國去, 至於周先生和你那對前侍姐妹,怎樣回到秦廣, 而我又怎樣回到趙國,就要由你來安排了。 哎呀,那我這魂真是高興死了,不單可以跟著你, 還可以和你並肩作戰。 接著他們又商量如何離開趙國的誓展, 韓少龍看見都已經弄得差不多了, 先回到找藤易, 藤易一看見他就說, 韓廠派人找你,但是又急事我。 韓少龍心想,哎呀, 現在真的好像孫悟空那樣, 可以隨身一邊,就變成千萬個化身就好了。 他想一動, 把藤易拉到一邊就說, 我今晚要去趙牧那裡偷東西, 到時呢,你要扮成我, 這樣就萬無一失。 你想去偷校中書嗎? 沒錯, 但是,趙牧為了防備真正的韓少龍, 戒備你一定非常周長嚴密, 你一定要冒這個險。 韓少龍虎笑著說, 我們只有了解清楚趙牧的陰謀, 這樣才可以避免在最後一步, 這樣才搞過了整件事。 你說, 除了偷到校中書, 還有其他的辦法嗎? 。 藤易拉一陣嘆一口氣, 就說, 如果要找人扮你, 烏果就最對, 你的小子聚力就裝神扮鬼, 學人的聲線語叫都為你為超, 再加上我旁邊掩護, 保保無人可以擦槓, 不如今晚叫小俊陪你去吧。 韓少龍搖搖頭說, 我由瀑布那處知道趙牧的部署, 你這件事, 越少人參加就越能保密。 讓我先見韓廠, 回來再重場計議吧。 藤易見他作出決定, 亦不再多說。 來到韓廠住的地方, 此見韓廠面色陰沉, 將他帶入府內, 然後緊閉在前廳聽門, 內堂裏面才有人走出來說, 皇后已經準備好見董先生。 康小龍就一推門而入, 內堂裏面只有精王后一的人在, 在窗外, 斜斜地透進來寂陽的光線, 將這個嚴厲的美婦人, 影襯得更加高逸優雅, 使得康小龍一時間, 很難將他和陰謀詭計聯想在一起。 兩個人來到他身後, 精王后才慢慢轉身, 先對著康小龍微微一小, 接著, 呼一聲, 對著韓廠說, 如果這件事不是由董卿主持, 金唐本后就被這個妄撞鬼害死了。 韓廠也算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被精王后當著康小龍面當面訓斥, 他都感到很尷尬, 倒下頭就不敢出聲。 康小龍當和事佬說, 事情總算過了去了, 精王后千萬不要再責怪侯爺了。 精王后還臉色冰冷, 登了韓廠一會兒才說, 這件事還未完的。 我早就說過, 在目前的情形之下, 不可以跟信寧君親信任何的關係, 你偏偏不聽我的話, 還幾乎害了董卿。 韓廠一口氣說, 精姐, 你要我如何賠罪才能釋怒呢? 我也想不到洛瑩他們, 居然使得那麼辣的手, 把事情鬧得那麼大。 精王后忽然一笑, 當他們兩個都摸不到頭腦的時候, 這個嚴厲少婦就說, 現在唯一的好處, 是孝成王更加信任董將軍。 趙雅那個淫婦, 對我們的董卿家也感激非常。 好了, 我現在要跟董卿單獨聽一下。 韓廠一口氣, 韓廠一口氣地走開, 順手還跟他們關在門前。 精王后慢慢走進來, 但在漢少龍身邊, 才停下腳步說, 董卿你立了這麼大的功勞, 要我怎麼多謝你呢? 。 韓少龍明智, 他現在用美色來聯絡自己, 並不是對自己真的有什麼情意。 但是, 想到他歸為照過的皇后, 又這麼性感動人, 哎呀, 都不如都感到很刺激, 一時之間唇乾涉燥說, 精王后再被人的提拔之恩, 我當以為精王盡心盡力, 做什麼事都是正該的。 精王后再走前一步, 幾乎整個人都在捱陸漢少龍的懷抱裡面, 仰起臉, 雙眼放光好溫柔地說, 現在的人呢, 都是講一套又做另一套, 像董卿家那樣, 不顧自身安危, 實踐對本后的承諾。 我真的很感動, 我怎麼都不會忘記 董卿你為我韓精做過的事, 只要我一日中當拳, 我就保你一日榮華富貴。 如果換了在以前, 以韓少龍那種很容易相信人的性格, 一定會感到很感動, 但是, 現在有龍陽軍的警告在先, 自己當然已經深深警惕, 只是聽著就算了, 不過面上就裝得很感動, 還看是由真必報, 這些是小事一件。 正皇后還特意以前的高挺的蘇胸, 緊貼著她很寬敞的胸口上面, 呼吸有點急速地說, 無論我是不是皇后, 我始終都是個女人, 還需要男人的酷。 你都知道大王的醜事了, 她都答應過不會管我的。 她的身體, 現在一日差的一人, 尤其那些大半年, 經常都病痛前身。 如果皇爺能夠登上皇位, 今天更加要像董卿家, 這種結出的人才來輔助我們母子。 同兄, 你明白我的含意嗎? 河小龍只覺得, 心頭一陣劇跳, 心想, 不明白你這個意思就是白癡了, 故意走走眉頭說, 正皇后放心, 被人對你的忠貞是絕對不會有話題的。 正皇后千萬不要再這樣, 我快頂不住了。 正皇后看一看她的樣子, 竟然笑一笑, 在她的鏡眼上輕輕吻一下, 那才一瞥走, 她的微笑一下就說, 誰要你忍呢? 作人如果不能放手而為的, 有啥樂趣呢? 不過現在時間的確不容許, 我只想嘗試, 董卿是否真的有失誤狂言, 例如想女人刺過你以後就離不開你。 這樣吧,如果你來皇宮就來探望我吧。 講完之後,就慢慢笑著走開去, 弄得韓少龍在那裡咬牙齒齒, 很生氣地搖起自己的火, 弄得自己心裡癢得什麼樣子, 吊了自己的胃口之後又走開去, 真是激死人了。 想到這裡,不敢動起腦筋, 如果有辦法,可以反客為主, 將這個厲害的女人控制住, 那真是少了不少的煩惱。 不過,現在什麼都沒有辦法, 人家都走了。 當她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藤彥彥彥都回到來的時候, 烏果迎賞前來說, 沙夫人來了, 正和尤夫人和智夫人兩個聊天。 杭笑龙点了点头 由藤彦和乌果 在旁边商量今晚的行动 自己就入了内堂 这件赵雅 和赵志 善游三个坐在一起 大家在聊天 都不知道多么融合 杭笑龙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善游会变得这么好相遇 在旁边站着 等着服侍他们的田征田讽 一起叫 董爷回来了 赵雅他们不约而同地向他望过来 一起都露出笑容 赵雅小笑话 雅姨带着首饰来送给游姐 智智和小晶小讽 他们大家都很高兴 杭笑龙心想 原来如此礼物开路 那些女孩肯定高兴 就在他们身边坐下 潮雅对他说 刚才我进皇宫 皇兄问我 可不可以完全信任你 我就说 董康怎么都比国开可信 他开始的时候 好不高兴 但当我问他 是谁写命救回龙阳君 又是谁找回老公秘禄的呢 他就雅口无言了 杭笑龙记忆在精皇后 忍不就问 听说国开和精皇后有私情 你说是不是 赵雅微微感到恶然就说 这个我就不知道 似乎不是这么可能吧 这个女人一向对男女之情都很淡薄的 在我记忆之中 他正和信任君和赵木有个曖昧的关系 你在哪里听过来的呢 那孝成王 难道真的不过问他的事吗 皇兄最重要是皇后不要去烦他 只要他不要四为张扬 皇兄就乐得自由自在了 还哪里有空理他呢 对了 皇兄还有一点怕他 你还没告诉我 你的消息在哪里听来的 是龙阳君告诉我 照你来说 他不会骗我这个救命恩人吧 赵雅想一想 然后面色盈仲说 如果我猜得没错 国开一定是找过龙阳君探听他的口气 看看有事的时候 魏国会不会支持那个女人 所以龙阳君才是这个判断 杭少龙听他心一想 那就是说 精皇后和国开是另有一谋 唉 好难说的 皇兄现在的健康越来越差 现在哪个不是国怀鬼胎 为自己打算 有时连我都搞不清 哪个和哪个是一党的 更加不用说你了 杭少龙叹一口气 对赵雅说 你有没有办法 在龙阳君战别宴会之前 千离开赵国国境 那迟点我脱身之后 就可以跟你会喊 到时候 我安排退路 就离不得多 杭雅听到整身一阵 咬着嘴唇说 你给我点时间 我想一下好吗 杭少龙忍心逼他 点一点头 拉着他 和杭雅他们一起 坐在桌旁边准备吃饭 这个时候 藤役进来 跟他打个手勢 才坐在他对面 杭少龙说 今晚我不喝酒 嗯 晶儿 冯儿 你们熟不熟悉赵木的厄室圈呢 田精点一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 杭少龙问他 那么这间县内 有什么地方 可以藏起一卷白书 或者是 好像一卷白书 那么大小的东西呢 田精想了一会儿就说 那里放的 都是人家送给那奸贾的礼物 从来都没见他 把文件放在那里的 田凤的接口说 那里连贵都没过的 不过就离开了这么久 会不会不同就不知道了 赵雅很担心的嘛 你想去那里偷看那批校宗书呀 现在赵木好像京功之妙一样 晚刻都会放恶犬巡邏 你不可去冒险的好吗 藤逆就说 府内或者地下的秘道 和密室那类的设置 你们知不知道呢 赵雅他们一起摇头 田凤突然说 哎呀 我记得了 府内一些主要的建筑物 都有储存兵器的地牢 但我失陷有没有这个地牢 我就不知道了 众人听到和秘道无关 刚刚点起的希望又熄灭了 善犹望啊他们冷笑话 就算你们知道秘道的出口 在哪里又怎样 如果我是赵木啊 一定会派人把守地道 再用童馆监听 那么就算有乌鹰飞进来 都知道你一清二楚了 赵雅的小笑话 少龙 你快点请教尤姐啦 看他上次用什么办法潜入侯府 后来又走得出来 众人听都不敢一齐恶言 杭少龙想起 善犹的确潜入侯府行刺召目 后来又安然地逃出来 啊他可能有办法的 善犹见到大人都望着自己 嘟嘴仔好不舍的嘛 人家英雄盖世 独行独断 哪用我这些小女子帮忙呢 反正呢 这件事都没有我善犹份的了 我不如省回一口气 回去睡觉啦 赵雅听都忍不住手先笑着说 好尤姐啊 看你怨气这么大的样子 我们董爷今晚 怎么能没有你照顾他呢 尤姐你千万不要多心好了 接着转头向向杭少龙打个颜色说 是不是一大爷 杭少龙都没有办法 只要苦笑了先 哎呀那当然啦 请尤大姑 带我这个孤苦无依的小兵 去侯府那里走一趟 好不好呢 善犹听到他肯带自己去 当堂全身都兴奋了 来一眼就说 那你算是求我了 善 不要承认得像被逼那样啊 虽然呢 说到设计那些偷鸡魔狗的器械 你又聪明了一些 哼 但是说到入屋杀人的勾当 当这么智势 谁给得上我呢 如果不是呢 田丹就不用步步为营了 照知就说 尤姐呀 现在不是入屋杀人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呢 我这样比喻一下而已嘛 那 让我准备一下先 他站在身后 看到项小龙依然呆呆地看着他就说 还不快点换上装备 那 我要呢 你做一套 可以潜水的装备 跟着 都不理那些木灯口呆地看着他的客人 自己就返回入房了 那 各位 究竟善游有什么办法 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潜入去照目的府邸呢 我们暂且不讲他先 先讲下 当日的深夜 夜莫低随之際 先有几架马车 慢慢地离开了董康住的府邸 由污果办的贾董康 和藤役两个 在一众手下 和雅夫人的亲位前夫后组之下 一路骑马 就随车护送 真正的项小龙和善人 就躲在车厢里面 两个人都换了 用绿皮特製的防水衣服 只是露出面孔手掌 和对脚 有点像二十一世纪的潜水衣 项小龙那套 本来是线油为赵姿做的 幸好 一来赵姿生得特别高大 绿皮又一旦星 所以勉强都还可以穿得上去 两个人除了攀爬的装备之外 还带了兵器 暗器 各自还带了一支铜管 可以在水内换器的时候用 不过现在 线油还未肯透露 怎样潜入侯府的办法 项小龙也都没办法问 赵姿看着 在紧身绿皮衣下 项小龙那些凸起的一九九的肌肉 垫石身躯 显露出充满阳光魏力的线条 忍不住 都不理旁边有人 扑在鞋子里面 跟着 这只鸣声嬌吹上来 那个样子 都不知道多么有人 项小龙就说 一会儿 等我成功回来 就慢慢跟你亲耳 游姐 你用不用也都挨过来 线油登了一眼 就特意不理他 这个时候 始终的腾液细细声 准备经过后府 哎呀 真是精彩 田丹的车队在对面来了 于是 项小龙和线油 立刻不出声 躲在一个屋头 而雅夫人的掀开窗帘 向外边望过去 果然 田丹的车队慢慢走过来 雙风都停下 污果扮的董康 帕马和藤役一起迎过去 向田丹问好 田丹掀开窗帘 在车里面 也吓吓笑着 董将军 真是辛苦了 我们这些闲人 去喝酒作乐 你们就以日忙夜忙 不过人的体力始终有限 董先生 千万不要疲惹 吴果扮着 项小龙把声说 我们这些人天生操展 越忙越精神 多谢田丹的关心 他无论声调神态 都学得唯妙唯草 项小龙在里面听到 不禁暗点头 以田丹锐利的眼神 在现在这样的灯光之下 也都看不出破绽 点头眉笑之后 向照眼望过来说 夫人这几日 容光焕发 神彩飞扬 可不可以告诉我 其中有什么原因 众人听到他心一想 知道田丹的话中有话 在那试探赵雅的口风 赵雅当然有他自己的本事 又怎会被你田丹问到 丢笑着声 哎呀 赵雅真是不肯了 田丹在那里笑人家的 说完之后 就立即放下个窗帘 田丹哈哈大笑 向乌果办的董康 和藤逆打的招呼 就下令起程了 两队人马交叉而过 杭少龙宅两队人马 刚刚交叉经过的时候 向线油打的手势 落车的时间到了 两个人借于意识 神不知彼不觉 就躲来侯府外面 西南边的松林里面 向少龙又不知道 你杭雅湖老边是什么样 一路跟他来到一条小河的旁边 才有点明白 杭雅拉着蹲低身说 凡是有池塘的府邸 一定有入水口和出水口的 这个是我杭雅的大悲鸣 上一次呢 我就从这里潜入过 监察府内的大祠堂 如果幸好的话 说不定我们还可以直通 碧桃园那条人工河 说完之后 得意洋洋地望着汉少龙 汉少龙说 这里离开豪府有百多丈远 怎么才可以换气呢 你真是笨了 人家可以进去当有换气的办法啦 那支铜管难道我白给你的吗 除非刚才都刚刚落完大雨 如果不是河水和河湖的大渠顶 总是有一尺远凉的空隙的 只要把铜骨的一边 含在自己的口里面 另一边伸出水面 那么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汉少龙听到我更加觉得佩服 事不宜迟 汉少龙和线游两个 马上就贴了一部河里片 暂时紧 两人先后穿过了三尺多的暗水道 在绝对的黑暗之中慢慢前进 汉少龙心里面 不禁犯一种很奇异的滋味 每一次他做这些夜行勾当的时候 都有游鸣转暗的感觉 就好像在这个明暗两个世界 是一起并存并行一样 只不过一般人只是知道 生活在光明的人间 对这个鬼越一样的黑暗天地 他是一无所知 不过今次 他的眼睛 真是没办法在这个黑暗里面 再看到什么路 一切紧凭自己的触角活动 在万泰无声的水道之内 一种感觉的游为强烈 或者一阵 两人都由出水口那里穿过去 来到府后大花圆的河花池 在一条小桥之下 露出水面 好了各位 那究竟汉少龙能否能偷到那份校宗书呢 明天再讲 上回我们讲到 汉少龙和善游两个 穿上了潜水用的衣服 就在侯府后面的大花圆的入水口那里慢慢地潜过去 一路呢 去到花圆的河花池 这一道小桥下边才慢慢地潜出水面 这一道软落重重 天上边群星暗淡月色迷茫 四周团还ضサポート 还有池塘自如河圆那里面的青蛙都喊喊喊喊 然后一队侯府的巡邻首位 远着池塘边巡邻了一个圈 两个人定眼一看 特别吸引到他们的 是最后前边 有两点六色的光芒非常诡异 这两点六光 正是那些猎犬那小眼的反光 杭笑龙吓了跳 马上拉着线油重新潜回到水里面 嗯 看来这些本来应该夜深人静 先放出来巡虎的巨犬 因为田丹他们的来临 所以已经提早出动加强防卫 巡虎的队伍过去之后 两人才慢慢在水里面又冒出头来 先又说 哎呀 糟了 这些畜生既然在岸上 我们只有用水路一路摸对那树 如果我客轻也有两头恶犬在守卫的话 那我们今晚就只要回家睡觉了 杭笑龙也觉得很气馁 但就这样中途而废也觉得很可惜的 勉强振足精神 和善犹望定了碧桃源的方向 潜入池走这边 一路就继续向前行 杭笑龙曾经受过严格的潜水训练 虽然在黑暗之中 但在水底都像鱿鱼一样 这么灵活 凭借着池水流动的微妙感觉 很快就找到一个去水口 浮上水面和线油汇合的时候 两人同时惊喜地说 哎呀 找到了 但是他们两个定眼一看 哎呀 又几声 哎呀 究竟这个出水口 是可以通去碧桃源 因为通不到那里 这件事是谁都不可以确定 更加拿命是 这两条暗水道都切在池底 完全没有可以呼吸的空间 如果不可以一口气 游到另一个出口那里 冒出的水面 那甲山会被烤死在水底里 这样才冤枉 黄笑龙想想 哎呀 如果现在有个氧气瓶 这样就好了 但是这个古代的世界 是哪里来的氧气瓶呢 突然想 啊 真是人急置身 让他想起了一条理 于是 他在池底耳朵一声 我们分头进去这个入水口 试探出出水道的方向 马上回头 千万不要拯强 池底耳朵而去 而池小龙自己也深深地吸一口气 然后潜入水里面穿过水道 向前游了胀了一远 发觉水道向左方弯过去 马上就按照渠道方石砌成的底部迅速退出来 在这个狹窄的空间里面 理想调头也很难做到 只能够是沿路慢慢向后退回头 上到水面 线游都回来了 他说 我游了足够有两丈 前面的方向似乎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里来碧桃园 自此也有几百步的距离 我们怎能够一口气游得这么远呢 池小龙憑玉记忆 再想回浦布交给他那张白图就说 由这里到碧桃园 还有一个池塘 我看水道应该先通去那个池塘 唉 就算我们去到池塘的正中心 离开这里也有百多步的距离 我们依然去不到那里 唉 有办法 我们只要把铜本的一头包扎好 另一边用手按住它 那里面的空气足够我们换上两三次起 那就可以潜到那里了 潜游听我这么说 眼里面忍不住 想要个惊异的神色 哈 你这个人原来不是那么蠢的 但是用什么可以包扎着铜本的口呢 池小龙不坏好意地说 我这件皮衣里面只是一条短虎 你呢 潜游当堂面都红了 你这个色狼啊 哎呀糟 这个时候 汉小龙已经把他 拉到池中心的假石山那里 戴上了他衣服上面的扭扣 把那件上衣呢 撕了一块下来 然后呢 两个人 就用线油那件上衣的一些布条 扎实了铜本的一边 然后又试过 不会漏气了 那才跟着说 有三层布包住 湿透之后呢 或者还要滲出少少的空气 但是那时候我还要在那边捐出来 足够我们支撑去那里了 来了 两个人跟着游到入水口的水面 吸了一口气 用手按紧 没有包扎那边的管口 由线油带路 就捐入水道里面 两个人迅速地向前 深深地潜行 游过三十两步的距离 两个人第一次捐起 到第二次捐起的时候 他们早就已经焗到云头转向北面东南西北 但是就知道 那些铜管里面的空气已经被他们一级而尽 于是呢 两个人都拼命地向着出水口的水面 游过去 好彩 再过了无奈 就见到前面忍忍若有光 知道出口就在前方出现了 哎呀 两个人大喜之下 捐出去 浮上水面 靠岸大口呼吸了 平时根本不在乎的新鲜空气 这里四周树木环绕 花木池塘假山亭借 是一个小小的花园 布置里面都相当清雅 汉少龙每次来到侯府的时候 活动范围只限了几座主要的建筑群 想不到原来里面还有这么雅致的厨所 这座花园一片孤直 听不到半点的人声 只是挂着几盏的风灯 将池塘木入一片淡黄色的月色里面 善油喘了一口气 哎呀 今次更糟 我们最多只游过几步的距离 由这里到碧桃园那里人工小河 起码还有两百步 远近都不可以确定 铜管的空气哪里够用呢 汉少龙想想 突然说 我想到办法了 你疼我一口 我就将这个办法说出来 善油又很生气又好笑 但是 这个时候和汉少龙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 于是 立即奉上香吻 然后就说 到底怎样呢 沉少龙又犯了一股烧云舌骨的感觉 他轻轻地摸摸摸摸摸 把刚才呢 被善油疼自己的时候 勇气的那个欲念 压下去之后 然后才说 我们只要把他头轻过来 用布条 将他在管口里扎 那就可以多了几口气 善油这次真是欢喜了 在他面上又狠狠咳一口 你真不愧我善油的第一个男人 不过今次呢 由我负责 人家才不信你的手势 什么叫第一个男人 你大小姐还要找第二第三个吗 善油理所当然 你们男人可以有很多女人 为什么女人不可以找很多男人呢 那 汉少龙整个呱了呱 你问 那谁还敢娶你啊 善油扮了个鬼念 谁要嫁人呢 天下这么大 但是啊 等我杀了赵木和田丹 我就四围去流浪 或者一日累了就来找你了 那时候 你要不要我都不紧要 汉少龙起的时候 才发觉自己真是欢喜了他 比其他人 他更加接近二十一世纪那些 坚强独立的女性 善油不再理他了 由手臂的隔楼那里拔出匕首 将两个人的头罩慢慢地割下来 有了上次的经验 两人喚起的时候就小心得多 家兴就熟地潜过了二十多像的地下暗水道 来到碧桃园的人工河那里 又偷偷地在河底那里向原生的俄客迁一路潜过去 这条人工的小河 但是又涨几阔 环绕着整个俄客迁的范围 两岸亭台留借 花树小桥 美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不过这些首位也深远很多 通向俄客迁的主要通道都挂满了封灯布满的首位 原来又有人拉着那些大猿在巡邏 如果不是有这条水底的通道 杭少龙尽管带着有二十一世纪的装备 想人不知贵不觉地摸到这里 都是难比登天 小河最接近俄客迁的一段 即是长得远 两人观察的形势 找到暗哨的位置 才在一座桥底慢慢露出水面 杭少龙看准附近没有什么恶狗经过 向善犹打着手势 在桥底里捐了出来 借着花虫掩护 迅速来到卧客迁 一栋紧闭着沙窗旁边 杭少龙拔出一支钢针 在那区那里插进去 跳开了枪室 跟着两个人吞着地回进去 然后又将窗门关口 落枪室 哎呀都感到筋疲力尽 即时在屋角那里挨下隐蔽 线油打着火箭 杭少龙又用两只手遮住火光 免得火光透出窗门 就洩漏行踪 在掩影的火光之中 天内的环境逐渐清楚了 这座俄客迁布置得非常清雅 非常宽佛的空间之中 放了二十多座精致的木柜 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珍奇幻物 在厄深县最中间的地方铺着地毡 遗章阔大的四方矮脊 杭少龙正在称赞召目 哈哈真的懂得享受 线油忽然说 你看 杭少龙顺着手指的方向一望 看到其中 有两个放真碗架的地方 放了一个五尺多高的大铁箱 这个大铁箱从整个环境一点都不协调 线油摸着那把锁住铁箱的锯锁说 这种锁我第一次见 怎能打得开它呢 哈哈 让我来看看 杭少龙心想 这些古代的锁 又怎能比得上他在二十一世纪 学到的开锁技术呢 那些密码锁才复杂得多 他拿着锁 还未仔细看 突然外边人声由正门那里传来 第二 你连跪也没有 那又怎能隐蔽呢 线油四面一望 看到那条橫梁就说 上去 然后 摸出那个发射挂钩的墙桶 把他带着成熟的挂钩就射了上去 杭少龙跟着一手拍摄他手上的火苗 然后呢 两个人就互相拥抱着 一路地扯着那条绳 慢慢地爬上去 刚刚爬上横梁 咳咳咳 洞门已经打开了 接着听到下面有人说 点灯 开枪 后夜和那些客人带到啦 杭少龙叹了一口气 真是不幸 用尽全身之力 一路爬上去 线油呢 跟着把身下那条锁不断地收起 过了一阵 十几个侍卫走进来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担高头看下 爆破他们无所遁影 不过好彩呢 这阵时他们十几人 心得很紧张 不是着灯呢 就是开枪 一时间都没人 顾着望望屋顶 当两个人惊魂扫定 伏在横梁 和下面的纳裙之间的时候 下面早日大放光明 新鲜的空气 亦都在窗窝里一涌而入 驱准了天内的闷气 过了一阵 就听到赵木把声 你们全部都跟本侯退出去 汉小龙和线油两个人 心都啪啪的声都跳起上来 知道赵木要带田丹理员来这里 一定是想给你们看一下 那批可以显示实力的效忠书 说不定就有事情商量 不如都紧张起上来 啪啊声 下面那把锁被人打开了 汉小龙和线油 两人就贴到实一实 贴在横梁上风 又用把匕首插进柱内 稳定身影 这阵子除非有人爬上来看 如果不是 这里的确是最安全的藏身之锁 汉小龙和线油 偷偷地地把头伸出去 小一点向下看 只见田丹理员 各自坐在那张茶几的两边 而赵木呢 就刚刚伸手进去 那个打开的大铁箱里拿东西 刘氏兄弟就跪在田丹身后 其中有一个人呢 还担高头四围地看了一看 幸好这条横梁顶呢 来地面足足有三丈高 两人缩头缩得快 就没被他们发觉 赵木又走回去 那张矮茶几旁边 将整袋校中书放在上面 跟着传来翻阅的声响 李玄笑着说 侯爷这一着真厉害 他已经想得这么精彩的办法 那这魂那些人 不为侯爷卖命都不行 田丹也笑着说 你这个是不是侯爷 你自己想出来的 因为你手下献上的妙计 赵木又很有趣地笑笑 这些是小事一件 毫无愧色地 将杭小龙献给他的计策 据为己有 杭小龙一听 哎呀 这样才放下心事 知道赵木没有把自己 写的校中书拿出来给田丹看 如果不是 这个厉害的人文 马上就看出自己有问题 但是想心一层 亦都觉得这样就顺理成章 因为如果把他这个成手身份 实际上是自己人来的 向田丹透露 那还没什么所谓 但是如果这个董马痴 因为他来自楚国 原来都是自己人来的 这件事一泄漏 被李玄知道的话 那也等于 将自己和春生官的关系 亦都抖露出来 李玄和自己的父亲春生君 其实暗地里是不对的 所以赵木又怎样轻易 将这件事洩漏出去呢 李玄叹一口气说 啊 想不到赵明洪居是侯爷的人 一向都听说 他是属于李木莲婆的系统 侯爷你真是有办法 杭少龙听到这句话 客户几乎在屋梁上掉下来 赵明洪是他的副将 自己和藤也都对他非常欣赏 猜不到这个人是赵木的奸细 赵木得意洋洋的嘛 他不单是我的人 还有血浓于水的亲族关系 我特地安排他和李木办事 本来想对付李木的 怎知鬼推神使 廉婆居用了他 作为乐城的副长 我就特地排制了他几次 召眼这个赵人 还准备呢 特地为他向孝城王说情 哈哈哈哈 真是可笑之志 杭少龙里下真是出了整身冷汗 好险啊 原来自己一早就养了老虎 在旁边都不知道 如果不防备的话 真是被赵明洪害死 都不知道什么回事啊 这个赵木的确够了心藏不露 再想起 今早和孝城王 谈过禁卫统领的问题 如果成衰出了意外 赵木就很有可能 找人提名赵明洪 做鸡饮人 到时候成位禁卫的两大系统 就全部都落在他手里面了 杭少龙恨不得李源继续 谈谈校中书的名单 田丹忽然微笑着说 正皇后那边的情形又怎样呢 赵木很有趣地笑着说 哈哈哈哈 谁可以识破我和她的真正关系啊 孝城王不再说了 全国开和赵雅都被我们骗过了 韩禁这个女人 外冷内衍 一旦对男人动了真情的义无反顾 如果她不是对我死心塌地的 一直劝孝城王 王后真是可以控制董康吗 杭少龙听到更加感觉到心脏劇跳 连善语都觉察出她的震惊 田丹亦都说 董康这个人 表面率直粗口 其实很有计谋 而且 还好识得吹炎附势 只看她背着孝城王 为精王后解冲 为精王后解决了韩禅勾结信凌斌这件事 就知道她落出重终在精王后的身上 等将来孝城王归天之后 她就可以飞黄腾 这种人 你怎么可以把她留在世上啊 李元朗了嘛 到时候 我要亲手对付她 赵木就说 这个人现在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至少 她现在都还未知精王后和我的关系 她见利忘义 就算是郭口爷不找个算账 本喉店都不会放过她 杭少龙现在才冷静下位 她仔细地想 知道在韩禅这件事上露出马脚 最可恨的就是精王后 她竟然将自己出卖给赵木 由此可知 她是精王后和赵木的确 奥商勾结的奸夫淫妇 然后 又听到田丹说 两位似乎还忽略 那些人做的 事后一定有些蛛丝马脊 例如她的亲信之中 有人因为死伤而失踪 但是现在见不到这种情形 显然又不是她做的 这件事 果然是奈人尋味 哎呀 线尤和汉小龙听到都同时面试一变 哎呀 田丹的心真是小 田丹跟着说 我曾经提醒过董康 如果派人调查 落成手下里面 有没有背叛的人 但是他显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又或者查不到什么 但是 我们不可以插手这件事 还是打草惊蛇或者大事 李源又说 落成之死最大得益的是董康 是不是他做的吗 赵木就说 不会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上成手 否则我指使草王后送到孝成王 何时才轮到他 汉小龙当堂觉得整个人轰了声震了震 那才明白草王后怎么可以看中自己 哎呀 否则今晚听到他们谈什么 真是死了都做了糊涂鬼 田丹就说 同康可以办到伤病不起 但他手下无一伤亡 那你就知道落成之死和他无关 赵木坦一口气说 落成这个人惹过这么多神家 究竟是谁做的都很难判断 只要来的人有办法迅速离城 我们就没办法查出河路神仙 田丹肯定的嘛 一定是汉小龙做的 而且他还留在城内 要不然 如果不是赵雅就怎么会回复生机呢 刚才我在侯府外面 遇到他和董康一起走 那种神彩飞扬 那种神彩飞扬的样子 只有得到男人宠爱滋润 才会出现在女人身上 李元冷笑 或者这个放荡的女人 现在喜欢董康呢 赵木坦一边说 不是 田相说得对 一定是汉小龙回来了 我很清楚赵雅的为人性格 董康和他只是逢长作戏 他心里面始终只有汉小龙一个 说不定汉小龙现在就躲在他府内呢 田单当同面子一变 这件事很可能是真的 无论事前真假 我们都可以想办法陷害赵雅 只要找出汉小龙曾经 握在他府内里的痕迹 任赵雅怎么玲珑剔透都百次莫变 趁现在国爱成衰 急于在孝城王面前立功 免得被董康的芳芳盖过 他一定不会放过这样的良机 侯爷 你明白我的心意吧 赵木大少说 田相果然好计 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提议 就由精王后吩咐董康去做这件事 只要放下几支飞针和血衣一类的东西在赵雅房中搜出来的时候 赵雅怎么都处不到关系 哼哼 这样又可以测试一下董康对精王后的忠诚 召唳这个真人 很久以来我就想整一下他的了 煽油和汉小龙听到忍不住面面相趣冷看直流 这三个大奸鬼想出来的东西 全都是毒无可毒的毒鸡 就算清楚知道 一时间都不知道怎样化解 田丹跟着说 我们不可以在这里停留太久 要不然 就不像一般万言 不过将来 侯爷登上皇位之后 千万不要忘了田某和郭九爷 赵木立刻表示感谢 然后就关好箱子 放好校中书 三个人离牵而去 各位 若之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上回我们讲到 赵木田丹他们三个奸鬼走了之后 汉笑龙全身冷汗变流 善游问他 现在怎算好 汉笑龙听到他这样一问 今天整个人回复绝对的冷静 他细细声说 那些校中书看不看都不紧要 只要我们能够安然离去 李长璋一定赢硬 到他第二天一觉醒来的时候 不断精神换发 昨晚的疲倦已经一数而空 而且他解开了很多心事 因为他终于很清晰地知道了自己眼前的处境 以及赵木精皇后他们的关系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田精他们刚刚走入他的寻室 见他醒了 就说 董爷 等小匹来服侍你了 汉笑龙之时恩言起身 闻过衣服之后 来到大厅 和等着他的藤逸 赵志 善游他们三个一起吃早餐 这个时候 藤逸已经在善游那里知道了整件事的经过 他对汉笑龙说 看来讲到阴谋诡计 我们怎么都不是赵木田丹这帮人的对手 如果不是给你们听到他们聊的计 金堂迷世之有人 可以有命分 咸酿 赵志是担心的嘛 他们如果逼你陷害瓦夫人 那怎么算好呢 汉笑龙心想 这个等于二十一世纪 间谍在你撤听情报 看来 这一着 在这个殿国时代 真的很好用 他微笑着说 这件事 现在我们预先知道 就可以见招拆招 目前对我最有利的因素 只是他们对我董汉这个身份 还没怀疑 只是不以为 我是建峰洗礼之徒 康家妙计 赵木不敢揭穿我 和他的秘密关系 有这样的优势 我们就可以和你这些大奸底 周旋到底 藤逆叹一口气 猜不到赵明洪居 赵木的人 枉我还这么提起他 汉笑龙沉淋了一阵 我始终都不相信 占王后会对赵木死心塌地 这个女人 手段很厉害 可能只是利用赵木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我可以摸清楚 他的真正态度 这样就好办得多 善游走走眉头说 你说了这么多话 一副又会瘴无孔一样 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应付他呢 说不定 等待待精皇后 就照你去逼你对付赵雅了 汉笑龙好潇洒地耸一耸肩头 吃完饭头之后 拍拍藤逆的肩头 长身而起话 等我们现在先去见雅仪先 你们拜拜等我消息 说完之后 他和藤逆两个 就拆马长街 向赵雅的府邸截宾而去 藤逆说 城防方面 我们要不要重新布置过呢 汉笑龙拎拎头 千万不要 如果不是 就会引起赵明洪和赵木的策局 如果 一会派人将小俊挨回来 叫他侦察齊军的事情 看看有什么成绩 两人轻轻讲讲 已经来到雅夫人府了 藤逆就回到指挥所 让汉笑龙一人去找赵雅 当汉笑龙叫赵雅预作提防之后 中午时分 赵木又派人 找董康和他见面 汉笑龙心知土明 被他的奸策昨晚和李源田丹 已好了策略 所以现在才来找他 来到后府密室 赵木呢 还摆出那副将他当成心腹的亲切模样 他说 起源中鸡啦 他还以为我赵木肯和他合作 他还以为我赵木肯和他合作 你这次 我要他无命离开寒丹 你这阵时 汉笑龙还怎么会相信你的话 表面上我扮得很欢喜 就问到底为什么 赵木的路窃师非常阴险的笑意 这件事迟一步再说 你和精皇后和赵雅的关系现在怎么样 听田丹说 昨晚在街上碰到你和赵雅在一起 汉笑龙微微一笑话 赵雅这个人是天生的淫妇 只要能在床上讨好他 变怕他不对我死心塌地 而和精皇后的关系 也都沾入街景 这人还没有机会向侯爷稳告 那批信聆军的武士 其实是何重勾引来的 我只会厉害一个不留 既取信了孝成王 又卖了个人情给精皇后 和日箭双雕 谁做起事上来 怎么会不白心认手啊 现在我想用一孝成王 将另一半兵符交给我 到时候我就会全权调动 城内的兵马 好爹 那你用什么怕 大事不成啊 赵雅一听 突然露出了很震动的神色 显然想不到 汉少龙会向他说出这件事啊 汉少龙心中那么笑 这个奸责之所以怀疑自己 不是和他一条心 都是因为自己这件事 瞒着他而已 以为自己的头向了精皇后 现在自己全部都说出来 肯定使得意志动摇 把持不定啦 当然啦 对于赵木为说 如果这个王卓真是真心对他 又掌握着成手的全部兵马 那有了他 就是说不用靠田单都可以成事 一来 免得齐人威胁 二来呢 也都不用欠人家这么大的人情啊 赵木仔细地看一会儿 沉声的 这件事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呢 汉少龙是若无其事的嘛 这件事只是小事而已 我本来都没想过要特别向侯爷报告的 只不过你问起我和精皇后的关系 不要顺便说出来啦 眼前最关键的两个人文 就是精皇后和赵雅 由了他们全力支持 孝成王才会不理国开的反对 将兵权全部加我手里骗 只要拿到那两半兵笔 寒丹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只要能够报答春生军 军上对我的恩典 我同匡 呼汤道火 在于所不辞 赵木当同的神色连变几变 走走眉头啊 落城避门这件事 你问究竟是不是孝成王做的呢 汉少龙听到知道他又用这件事来试自己了 他心里更加觉得好笑 他说绝对不是孝成王做的 田丹曾经提醒我 要去查清楚落城的近位 看看有没有人泄露出落城行踪 然后那一刻又专专不跟着他一起去 那从而可以追查到真正的主谋者 这件事我还在调查之中 因为很快就有结果 照我看意 那个汉少龙 应该嫌疑最大 赵木我猜不到 原来这件事 这个董康 就是真名王做的人 都没来隐瞒自己 忍不住露出非常震惊的神态 跌低头的仔细的沉思 汉少龙见到 他本来最怀疑那两件事 自己都说出来的了 自己都这么坦诚相对了 为什么还不可以使赵木回复分 对自己的信任呢 灵机一触 我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他压低把声 故作神秘的嘛 嘿嘿嘿 后爷 还有件事 你不是想杀死神衰的吗 我已经和后爷 想了一条计忠之计了 赵木莫言 担高头问 什么是计忠之计呀 他人将校忠书那件事 透露给校城王知 再保证 再保证将你去校忠书 投到手 所以 只要后爷能够假造另一批校忠书 将神衰包在内 那还怕校忠书 不立即将他罢职 以免杨虎为患吗 你说这条计忠 好计呀 赵木听到他说出 将校忠书的秘密透露给校城王的时候 一些惊异的神色都没有 显然精王后早就将这件事通水给他知道 汉少龙看着他的神色 心想 真是好小嘛 如果没有压落这一注 迷死赵木 肯再次信任他 果然这件事都说出来 赵木的疑心当堂没了 叹一口气话 黄卓呀黄卓 你以后千万不要做了什么事都不跟我说 世事伸出重重误会呀 汉少龙你的时候特意扮懵 什么话 后人 你怀疑我的忠心吗 赵木的疾识回复最初的态度 抱着他肩膀说 哎呀好了好了 现在遇过天情了 什么事都不用带在心道 照你好好地照本行的指示去做 将来 凌华富贵 一定同你共享 停一停又说 现在最紧要的是 将孝成王手上的另一半兵符 搞到手 然后 如果再握一张手遇 那么你就可以随意调动人马 嗯 跟着沉淋起身欲言又止 杭少龙马上知道 他已经通知了精王后 要精王后逼自己陷害赵雅 但是偏偏又说不出口 免得暴露了他和精王后的关系 于是逼他说 侯爷有什么心事 让你继续吩咐 赵木于是 才放开握着肩膀的手 你又记住 无论任何行动 你都要先来和我商量 先可以进行 千万要设计一下 杭少龙知道他对自己欲言 未放心 特意饮游精王后向自己落命令 看看杭少龙会不会依命向他报告 答应了之后 侯爷照我来这里 究竟有什么指示呢 眉魂到赵木尖阶 本来呢 他今天是听了田丹的计策 再将这个 黄卓叫来史试他的中心 现在当然没得事了 于是唐室他说 我主要想问你近日的情形 这样 迟些再找你商量 杭少龙知道 彼此的目的都已经达到了 于是告辞而许 一回到指挥所 他马上就找了机会 将和赵木见面的经过 告诉藤玉听 藤玉的拍案叫住他说 如果禁卫成为这两股军事的力量 都落到赵木的手里面 精王后就这样听他的命令 那么他不用田丹 就以操中全局 现在我反而奇怪 赵木为什么不立即落手对付孝成王呢 有精王后做内应 要毒死他不是很难的 汉小龙就说 我都觉得很奇怪 唯一的解释就是顾忌李木 如果孝成王忽然归天 李木一定会有怀疑 甚至举兵入城对付赵木 那时候连田丹 你未必够敢和李木硬拼 赵木就要好梦成空 不过我始终都不信 精王后的这样的女人 会甘心受到男人控制 而且 她还身负着三进合一的使命 又知道赵木是楚人派来的奸使 为什么还这么心甘情愿 听她说话呢 曾亦说 这种生长的心工的女人 很难以常情传夺 看她的样子 就算笑着说话的时候 仍然使得她内心非常冰冷 或者赵木刚刚好 就有办法缓足她的要求 那么她就肯为赵木不顾一切了 汉小龙的心一动 似乎想到一些 对付精王后的办法 但一时间 具体应该怎么做 又未想得清楚 于是改变话题说 成逢方面的情形怎样 藤亦扣一口你说 幸好赵明雄的身份发觉得早 今早早她交了份名单给我 提议各级将领的职务安排 换了以前 一来对她没什么疑心 二来对她下面的人 她比我更加熟悉 当然会信任她的提议 现在 肯定是另外一回事了 汉小龙闹叫 哎呀 你遗云真是险啊 她就说 赵木不是提过一四个张领 她的人吗 我想这个只是移兵之计 我们偏偏要重用这四个人 赵木就叫雅子食黄年 又会自己知 庄亦柏安招说 雅子食黄年这个比喻 真是精彩 三弟 你们的个妙耳联珠 难怪记财女都因你而动情 那时 有一人品告 说韩厂来找董康 两个人都知道什么回事了 会心未消 精皇后出动 要派这个董康的对付赵雅了 于是汉小龙就冲冲而去 果然 要见她的正是精皇后 这个时候 她正在韩厂内府 一个休静的小嫣 接见董康 还设着酒采 精皇后和她单独相对 霸展而宽 汉小龙得腾液提醒 留心观察 真是发现这个精皇后 就算笑的时候 眼神里面都没什么 几大变化 被人一种 一点都不投入的冰冷感觉 难道她天生日冷感的人 想起她多次向自己挑逗 但最后都是欲拒还人 她更加肯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既然是这样 赵木又凭什么 用男人的手段来征服她 一想到这里 不如都顺手摸在三代里面 寒厂交给自己的副 用来陷害几阴元的春药 她心即时明白了 上次和精皇后见面的时候 也想过用这些春药来对付她 不过 那时只是属于男人的狂想 绝对不会付诸行动 也觉得这样太卑鄙 但是现在形势逆转 心态当然不同了 原来这个精皇后天生日冷感之忍 那个赵木就是靠用药物来刺激起她的情欲 才和她勾搭上的 哼哼 自己也该以来这种手段的 一想到这里 她的心脏就当时不受控制的剧照起来 精皇后看她的神情 忽然有点激动的样子 误会了她 微微一笑话 什么我真的令你这么紧张吗 杭小龙即时用人家很难刺激的手法 将小小的春药 倒在自己的手里面 然后收在三袖笼里头 接着 她才微微一笑话 静后 你今天好特别 容光换发 风采逼人 精皇后眼里面 闪过一丝杭小龙 以前绝对刺激不到的骄露神色 但是现在心中有数 怎么能缓得过她 此见精皇后手提酒壶 微微苦身向前 跟她浸完一杯酒 抛了她眉眼 男人都是这样的 看多了就不会觉得点的了 杭小龙当堂心中暗恨 知道她专等用这些手段 来迷惑自己 但是呢 又吊起自己的瘾 让自己死心塌地 跟她办事 但是呢 都是为了利用自己的车 偏偏就不会给自己愚怨的 她灵光一闪 即时举了酒杯 放在鼻子里一闻 她说 精后针的酒 真是突变香 接着不经意地 将酒杯移到对方视线 看不到的地方 几下手势 即时将三宗龙的春药挖进酒杯里头 才双手举杯 看人 看人 正精后一杯 祝精后青春药挖进酒 永远就像眼前一样明丽招人 又哪个女人不喜欢男人 这么赞自己的 精皇后也不例外 恩言举杯 本后也祝董将军 官运昌龙 战无不成 汉少龙又故作冲毫 咔咔大笑话 精后知不知道我们的族力 凡日对酒足缘 一定要交被共饮 愿望才可以成真的 精皇后听到有点奇怪了 什么叫交被共饮 汉少龙专专移到他身边 微微俯身向前 拿着酒杯的酒伸过去 送到他顺便 只手臂护前 各自饮了对方的酒 不剩半顶 那么梦想才会变成现实 不剩半顶 精皇后听到当同发现一哄 心想 这个人真是斗胆 不过如果不信他的意 会让对方看出自己对他毫无成衣 无奈之下就堆起笑容 那小心点 本后呢 不喜欢这些太猴急的男人的 哎呀 杭少龙专� 杭少龙专主 这些人这种 程度 没什么 seriously 小群 这些是 忍 不快痛快,現在我痛腔,國家無論是貞后做什麼事,都是絕對的。 貞皇后很少喝這麼急的一杯酒,酒氣上湧,當堂面上升起兩朵紅瘟。 她用三袖遮住臉,抹乾酒漬,放入三袖來黏著一眼,說:「我好久都沒有喝這麼急的酒了。 你這個人真是……。」 漢少龍趁機坐下,拉在她身邊,這個時候最怕她忽然撩走,就回答口說:「正侯,以前經常都喜歡喝喝的嗎?」 貞皇后眼中,略過一絲非常惆悵的神色,好像回憶著一些已經發生了非常久遠而令人神傷的往事。 嘆一口氣,沒有出聲,雙眼之中露出一些怨毒的神色。 漢少龍馬上想起曾經跟她有詩情的信靈君,心想,兩人之間一定是恩愛誠狠, 如果不是,清皇后就不會有幾種內人沉味的眼神。 她不知道,韓廠說的一半份量可不可以起作用,也不知道自己剛才加的蠢藥,那些藥藥會幾時發作? 發作起上來又是怎樣的呢?心懷鬼胎之下,一時間都沒有聲音。 過了一陣,清皇后見到她,倒下頭不出聲,突然冷冷地說:「你是不是在想另一個女人?」 河少龍嚇一跳,探高頭看著她,試探著說:「清皇后,你真厲害! 屁人,的確是在想女人,不過不是在想另一個人,而是在想清皇。 你啊! 清皇后當場臉有一紅,勒著她一眼,轉眼看著窗外,不出聲。 河少龍見到她,微微喘著她,臉又開始越來越紅,整個身體越來越熱, 直到藥藥濁減了她身後,如果不是她怎麼那麼容易臉紅呢? 於是故意移到她身後,輕輕地踏著她肩膀,細細聲問, 清皇后,有什麼什麼事啊? 清皇后嘆了一口氣, 有時我真是明白自己在做什麼, 為何為了那些大不了的事,終日操勞揮力? 你看看外面的樹木,花草,在陽光之下無憂無慮, 如果我都像他們那樣,什麼都不用想, 那多麼寫意啊! 韓少龍聽到不這麼目瞪口哀, 照道你她吃了春藥,應該情思難禁,主動向自己求歡才是的, 為何居然,哈,有這樣的感慨呢? 難道韓廠給錯了藥自己? 又或者春藥已經過期無巧? 好,然後仔細一想,哎呀! 這樣才聖水過來,知道自己錯了, 因為,如果按照清皇后一向很冷感的人來說, 趙牧要征服她,為了用春藥來刺激她的春情, 這樣食得多,身體又自然會生出抵抗之力, 就像吸毒的人上癮之後要不斷增加份量, 這樣才能夠追求到的後果。 但是現在自己呢,韓廠都說要一半才有效的嘛, 自己還要減少份量, 那現在怎麼辦呢? 難道逼她再喝多兩杯? 那怎麼辦好啊? 就在韓少龍進退兩難的時候, 精王突然十一聲起來, 當她以為這個貴婦人要忽袖而去的時候, 誰知她忽然輕而欲報,來到槍前, 長長地彈一口氣, 又是另轉身看著沆少龍。 各位,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會。